各位同学,本章是我们的导语部分 在导语部分中我们将逐步认识Python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Python的特点 Python它首先是一门编程语言 而且它只是众多编程语言中的一种 对于语言而言 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 除了Python之外 我们还可以如数加征地说出很多编程语言 比如说Java,比如说PHP 再比如说我们的C++ 那这些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语言 除了这些语言之外 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没有听说过的语言 比如说List 再比如说R语言 总之Python它只是众多编程语言中的一种 这句话还有第二层意思 Python它只是一个语言 它并不是框架 那么对于我们Python的初学者而言 我们必须要明白语言和框架的区别 框架是什么呢 框架是以语言为基础 构建的一系列基础功能的集合 如果我们要开发一个应用程序的话 框架并不是我们必须要选择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选择一门语言 在语言的基础上 进一步的使用框架 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的开发效率 接着我们来看Python第二个特点 Python的第二个特点 也是最为被人津津乐道的一个特点 Python它语法简洁优雅 并且用它所编写的程序 是非常容易阅读的 正是由于Python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在Python社区里流行着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Nive is short I use Python 人生苦短 我用Python 关于Python第二个特点 我们不再做过多的阐述了 这个需要大家在日后的学习和编码的过程中 自己来体验 并不是说我说它语法简洁优雅 它就语法简洁优雅的 需要大家自行去体会和感受 接着是Python的第三个特点 Python是一个跨平台的语言 它可以运行在Windows、Linux以及MacOS等主流的操作系统上 现在不开语言的语言已经非常少了 连微软自己的.net都是在逐步的趋于开语言的状态 接着是第四点 相对于其他很多的语言 Python是比较容易学习和入门的 学习计算机编程的人群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把编程看作是一个职业 不用我们学习的编程知识去找工作 去奋斗 去实现美好的人生 但是我们学习编程的人还有另外的一类人 这一类人只是把编程当作是一个工具 用编程的思想和工具来解决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比如说金融这个行业 再比如说统计与分析这个行业 那么在这些行业里面经常也会和数据打交道 处理这些数据最好的语言 在我看来现在就是Python 那如果你在上大学的时候学习的就是计算机专业 你已经学习过其他的很多语言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再来学习Python 你可能对Python易于学习这一点印象不会太深刻 但是对于我们的另外的一群人 就是我们的非计算机专业的人群来说 Python相较于C++、Java和JavaScript等语言 确实是要更加的易于学习和掌握的 Python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也是很多人选择Python的一个原因 就是Python有非常丰富和强大的标准库与第三方库 比如说你想编写一个程序去发送电子邮件 那么你使用Python的标准库就可以完成 再比如说如果你想开发一些可视化的应用程序 是可以选择Python的GOI库的 最后是我最喜欢的Python的一个特性 就是Python是一个面向对象的语言 其实面向对象它是一个思想 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语言 来实现面向对象这种思想 但是我要说的是 有些语言在设计之初 它就是考虑到面向对象的 而有些语言在设计之初 它是没有考虑到面向对象的 比如说我们最为熟悉的Java 那么Java在设计之初 它就是考虑到了面向对象 在Java里面去实现面向对象的编程 是非常的方便的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脚本型的 动态语言而言 在设计之初是没有过多的 关注面向对象的 我们确实可以使用这样的一类 动态脚本语言来实现面向对象编程 但是实现起来的这种方案 却是非常的别扭的 比如说我们前端编程 经常会使用到的JavaScript这个语言 那么对于JavaScript而言 它首先是一个函数式的编程语言 我们确实可以使用JavaScript来编写面向对象的代码 但是这种实现却并不是这么的自然 当然JavaScript也是在不断的发展的 它的ES6就可以让我们很自然的去实现面向对象的编码 但是Python不同 Python从一开始它就具备这样的一种面向对象的编程能力 而且官方的语法特性也可以很好的支持面向对象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Python去支持面向对象 并不是舍弃了函数式编程的一些特性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函数式编程 Python既可以做面向对象 但是它对函数式编程的支持也是非常好的 这一点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